荒芜人烟的地方赶海实在是太快乐了 又是一次房车旅行随意惊停的点 咱也不懂这里有什么去看看吧 沙滩上躺着一只巨大的塔罗 白高兴了死了好久了 救命啊这个味道太恶心了 又遇到了一只刚死不久的大罗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地方铁地能有货 可惜我找了半天只发现了一堆空罗壳 好不容易逮到一只活的还不够我塞牙缝的 坑坑里倒是有欲窝螃蟹啊 渐渐暴躁的我直接捅了他们的窝 个头啊还是不错的 哇塞这里有只好大的红银蟹 可惜让它给跑了 海胆实在是太多了 岩石缝里到处都是的 我现在飘的只有个头大的才能打动我 哦对了你们不是经常问我的防晒帽子吗 上伪品会搜打野就有了 品牌授权的 4月19号品牌特曼节马上就要开始了 趁这部现实福利 我肯定要再囤点超外赛的防晒好物 我再看看有什么宝贝啊 这颗海葵倒是很大呀 海葵啊海葵 去给你的兄弟海罗传个话 哇塞竟然一次来两个 转大发了 这得一斤多一个了吧 海带算海鲜吗 咱们把它也带上 今天的晚饭又着落了 这个做法呢超简单 没有油烟 新鲜的海带吃起来很脆 海螺也十分有嚼头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觉得 海螺比黑筋包也好吃吗 这样荒芜人厌的海滩你们喜欢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